宁静的小镇上突然传出凄厉的警报 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那竟然是一座移动中的城市 收到警报的小镇突然解体变形 直接分解成了一个个蒸汽朋克城堡四散逃离 一个落在后面的小城堡 成为了大型城市的狩猎目标 伦敦城的居民围观着这次狩猎兴奋不已 为了逃跑城堡开足了马力 并丢下了所有的资重 眼看即将逃离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道悬崖 小城只得紧急转向 但就这耽误的时间 伦敦城已经射出了勾枪 巨大的锁链 已经勾住了猎物 城市底部的大门缓缓地打开 仿佛地狱恶魔的大子 将眼前的城堡缓缓地吞噬 这就是指环王 原来人马打造的科幻大作 掠石城市 21世纪末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各国不惜代价启动了量子武器 这次恐怖的战争 直接摧毁了人类文明 经过千年的修养生息 人类发展出了一种奇特的移动城市文明 然而这种文明的特性 就是弱肉强食 而伦敦城就是文明中的顶级掠石者 千年前的战争 造成了文明断代 在这里 小黄人被当成了旧时代的神明 电脑和苹果手机成了史前遗物 而这个长得像托尼甲的帅哥 就是我们的主角汤姆 身为博物馆工作人员汤姆 在这次狩猎完成后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他的目标是在这次捕获的城市里 收集各种古代遗物 在这里 他遇到了伦敦城的指挥官艾龙 艾龙找到了一块罕见的聚变电池 然而此时 被捕获的居民发生了暴乱 一个蒙面女子趁乱一刀 捅进了艾龙的身体 他说出了一个 让艾龙震惊不已的名字 就在这女孩想要捕刀时 汤姆上前一把抓住了她 眼看刺杀失败 女孩赶紧逃跑 汤姆追逐着女孩 冲进了垃圾处理场 刚刚被捕获的小城堡 正在被切割处理 四处都是危险的切割转轮 逼得没办法的女孩 跳进了排舞口 但却被赶来的汤姆抓住 女孩告诉她 艾龙是个伪君子 杀害了她的母亲 随后便震托出去 后面赶来的艾龙 在得知两人的谈话后 直接将汤姆也推了下去 幸好掉落的两人都平安无事 荒郊野外 两人只好结伴同行 可乐 就和地下挖出的污水 饿了就吃过七千年的面包 女孩名叫海拉 她母亲也是位考古学家 艾龙经常过来陪伴母女俩 直到那一天 他们发掘出了 量子武器美杜莎的核心固件 海拉母亲反对 利用这个毁灭世界的武器 于是艾龙便残忍杀害了自己的爱人 活斗中 甚至划伤了海拉的脸蛋 当天夜里 惊醒的海拉发现 汤姆像个二傻子一样 向远方呼喊 远处一个移动堡垒 向他们开了过来 用肚子想也应该知道 夜晚还出来寻意的 根本不是什么贸易阵 而是劣食者 果然堡垒向他们开火 两人慌忙逃窜 但是一望无际的荒原 又能逃到哪去 危急关头 汤姆感觉脚下一空 已然掉进了一个房间 一对奇怪的夫妻救下了他们 在敌人走后房间 变成了一个机械蜈蜈 迅速离开 另外一边的艾龙 将聚变电池带回了秘密基地 量子武器美杜莎的拼图 已经越来越完整了 为了除掉 一直妨碍自己的海拉 艾龙来到海上监狱 这里关押着一个旧时代 遗留下来的恐怖武器 一个附生人 他是阵亡士兵改造成的 半机械半丧尸武器 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死海拉 原来当初年幼的海拉 逃出来后 是附生人史莱克收养了他 为了帮助海拉解除伤痛 史莱克决定将他也改造成附生人 虽然海拉当时同意了 但当他知道艾龙的下落后 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复仇之路 而遭到背叛的附生人 就展开了对他的追杀 这边醒来的汤姆两人 却被押上了拍卖场 原来就像他俩的那对夫妻 开树枪弹掉了人犯了 陶姆两人趁乱逃跑 就在这时 附生人追了过来 这可怕的战争机器身手敏捷 眼看两人就要被抓住 一发炮弹将其轰飞出去 墨镜女驾驶着一架 红蜻蜓形状的飞艇 将两人接上了飞船 但没想到下面的附生人 竟然徒手拉住了整个飞艇 危急时刻 陶姆接住了海拉扔过来的匕首 将绳索割断 几人终于逃离了 这个可怕的怪物 墨镜女名叫安娜 是海拉母亲的好友 也是整个反牵引联盟的领袖 她所属的山城 背靠长城奉行和平发育 和伦敦等略视城市是天然的敌人 安娜将两人带到一个 由无数飞行器组成的云中城里 通过几人的分析对比 已经知道 艾龙已经打造出了 究极武器美杜莎 但就在此时 附生人再度袭来 面对着不死不灭的怪物 再强的攻击都是徒劳 联盟众人虽然勇猛 但对附生人来说 就是一下一个小朋友 恐怖的爆炸响起 整个云中城都摇摇欲坠 最后还是安娜 一记腿刃将其击杀 为海拉的逃离创造了机会 然而 两人逃出去没多远 又被附生人堵住 涛姆勇敢地冲了上去 然后干净利落地被打趴下了 海拉悲伤的眼泪 唤醒了附生人最后的人性 她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倒了下去 两人在云中城坠落的最后一刻逃离 另外一边的山城 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强的敌人 伦敦城顶缓缓打开 千年前的灭世级武器美杜沙 再次降临人间 紧紧一击 坚不可摧的城墙 连同守卫飞艇 就被轰成了碎片 巨大的能量波 引起了时空坍塌 刚才祥和的世外桃源 已经成为了熔岩炼狱 百米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就在这时 海拉发现鲁青留给自己的项链里面 竟然隐藏着美杜沙的毁灭程序 事不宜迟 剩余的飞艇 对着伦敦城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作为最强大的移动城市 伦敦的火力 已经不能用凶猛来形容 队员们用生命吸引火力 换掉了一个个炮台 在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 安娜带着海拉 终于冲进了伦敦城 然而恐怖的量子武器 即将再次启动 安娜拼死拖住了艾龙 海拉抓住机会 将自毁程序输进了电脑 终于毁灭了 这个可怕的量子武器 然而回头发现 安娜已经陨落 轰轰一轰的艾龙 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她启动了伦敦城的所有动力 静止撞向了山城 最后关头 汤姆冒死驾驶的飞艇 冲进了伦敦城的引擎库 一发炮弹毁灭了伦敦城的动力系统 随后驾驶的飞艇 击弱了艾龙逃跑的飞艇 这位疯狂的野心家 被伦敦城撵成了碎片 最后山城首领 接纳了伦敦城的难民 世界又暂时恢复和平